大家好,昨天我报道了中印边界一名解放军士兵被印军俘虏 这个事最新进展的是今天周日这名解放军将回到中国 拉德克东部地区叫楚舒尔地区和之前的越境事件是在同一个地区 有个叫古龙山的附近,这名解放军被印军俘获 经过彻底调查,这名解放军士兵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或周日返回中国 目前也被证实了,他将返回中国 看来他也就是走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 印度媒体报道,这名解放军士兵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或周日 在调查其越过实际控制线情况以后被遣返 遣返的中国士兵的首席目前正在边境检察站,正在进行办理 我现在得到最新的消息 目前这个交换,双方的这个交换正在进行 一份官方声明中说,印度军方表示 这名解放军士兵于周五的凌晨在印度 在印度方向,印度的这个控制方向被逮捕了 周五的凌晨被逮捕了 他被印军拘留了 这名解放军士兵越过了实际控制线 被部署在该地区的印度军队拘留 去年的摩擦爆发以来 由于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动员和向前集中 双方的军队都部署在实际控制线沿线 所以这种越境行为也就频繁发生了 军方表示,印度军方表示 这名中国士兵正在按照例行规定的程序接受处理 声明称中国士兵越过实际控制线的情况 正在调查中 我昨天也说了 环球时报胡锡进也在社交媒体微博证实了这个事 他说确实有一名中国士兵在中印西段边境地区迷路 被印方拘留 印方也是一个小时前刚做这个事件的报道 估计中方不久将对这件事件正式通报 他说据老胡了解当地已经下了大雪 军人迷路很容易发生 过去双方士兵因迷路越界的情况屡见不鲜 两军有就这类情况进行沟通的一套机制 新事件应该也能按这套机制解决 希望双方的沟通能迅速而有效 这是现在目前解放军被扣印方一个最新的消息 目前正在进行转交 士兵的转交 应该手续已经办完了 手续办完周日 能够安全的回到国内 未来这件事我觉得像这种越境事还会有的 只要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地区人员大量集结 你明白吗 只要人员大量集结 人员大量在边境地区进行出入 那是一定的 所以未来这种事还会有 我很高兴解放军能安全回国 那么也就证实了 咱们解放军士兵并不是间谍 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越境事件 我去过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那个环境是非常严酷的 我是亲身去过的 所以还是希望中印边界能早日恢复和平